首先啊咱这个设备主要有这个这个真空棒 还有这个抽油罐 还有一个三通接头 然后底下这个三通接头呢是三个方向 这个方向是接推进器方向 连接这个这个接头 然后这个方向呢是连接这个真空棒 然后这个方向是连接底下这个油桶方向 然后呢后面咱们就可以开始进行操作了 然后操作呢一上来就是先将这个后面这个油煮打开 然后呢将这个油管接头 然后跟它连接上 然后再将这个这个接头插到这个油管上 然后这个系统就已经开始完成 就开始可以进行那个抽真空了 首先先将那个这个这个悬向接头 拧到这个方向 使这个推进器与这个真空这个方向连通 然后打开真空泵 然后之后呢这个就开始进行抽真空的这个步骤 然后后面呢当这个真空抽到一定程度 这个油管会抽别 就越抽越别越抽越别 然后感觉抽的差不多的时候呢 然后将这个旋向旋向旋到与底下的油桶相连的方向之后进行抽油 将油进来 然后往复几次之后这个油管就能进行充满 然后什么时候能看差不多就是这个当这个油管里面的空气没有多少之后 基本这个油管里面的油油就抽的也差不多了 就是这些